大家好,这里是宝马街服务中心,上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居民纳税,今天再和大家聊一聊非居民或非常住居民。 相比较居民来说,非居民的纳税范围更为有限,只需要纳税在葡萄牙境内获得的收入。 最后一种就是非常住居民了,非常住居民是指在满足居民条件的前提下,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需要提供之前的居住地和在国外的纳税情况的证明,其次,需要提供实际纳税情况的税务居民证明文件。 此外,在过去的五年中,您不能以居民身份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被征税,2023年满足非常住居民条件的个人还可以在2024年3月之前递交申请。 作为非常住居民,您从事高附加值的活动所得,将按照特殊税率20%进行征税,而养老金所得则按照1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对于其他国家的收入,则根据葡萄牙与该国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税漏税协定来确定纳税义务。 总的来说,居民,非居民或非常住居民是根据个人在葡萄牙的居住状态和纳税情况进行定义和分类的,不同分类具有不同的纳税范围和顺率规定,需要根据个人情况和法律规定进行申报和缴纳税款。 好了,今天的葡村小知识就是这样了,关注宝马街服务中心,带您了解不一样的葡村小知识。